- 欢迎在地温暖的社会 - 欢迎收看我们都是一家人 人生很多 要怎么多精彩 这是我们大家都一直在对球的目标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来设计温度咸乐团 来看到曾维明团长 专业到团圆 是怎么来蓬佛他们的人生 温度 温暖的豆子 一个传闻到温度的地方 由退休的曾维明老师和店长陈永章 就由他们家中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再加温 连结起来 温度是我和这个店长 阿张哥 走路 我们早前走路已经二十多年了 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 他很够不胜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把他承接起来 他做得有声有色 大家互落到他互动 敬畏不足的很多人都想跳出来说 我来补贴你 你看他可以做到像这样 反正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很快乐 所以温度 我有一天在走路 我们就想温暖的豆子 叫温度嘛 然后它温暖 然后又有乐声 又充满着音乐 那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所以温度就这样产生了 这个时候我刚刚遇到一些 一年有一个乳小提琴的朋友 他们刚刚好上社区大学后 刚好老师刚好怀孕 从他生子 所以课诊就结束 但是他们都没放弃 我们都继续在找地方 继续在练习 有一天我就想说 他们都没有老师 不然我来帮他们生化 我们头生是很多人 后来就出两三个 后来有时候想说 没关系我也是把他们 当作一种消遣 我就晚上来陪他们来练琴 这没有老姑娘 就像这样人一直进来 进来越来越多 实在是 好我意想不到 应该是无心插流流成因 当初当作小庆的背叛人心 想不到竟然先就了温暖的团队 也因为这重外温暖的中业 去面了越来越多人感激 来自无缘理人 无缘理人 无缘理人 无缘职业 无缘职业 应该做出 亲合的严格环境 曾老师将自己本身的 增长团修和学员 大家调用自己的方向增进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机会日行 先为真有其的幸福 而应该的朋友 会给他来到这 而且可以持续的联系 环境也很重要 你维持到这份日行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店长阿张哥 他每天用笑面迎接大家 让大家来到这 总是很快乐的联系 也因为有一个机缘 先做这个团队 让大家有一个温暖的核心空间 我在联太极拳 台湾一个太极拳的师姐 说我们来开 他说是怎么要开 我都因为 因为职业不好 所以我就说 你能让我开我来保证 一定会温度 然后慢慢地延伸说 温度跟温暖的温度 当时我来这里摆扇的时候 这里里面是很烦灰 里面看起来很骯髒 我们摆扇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没来成功 反正摆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 生音乐就好了 后来 生这摆扇之后 突然跟曾老师进来 教授里面 我们有口琴班 我们有那个欧呼班 也有那个口琴班 都开始 开始拿这个所谓 开始拿这个桌子 摆扇之后 我要走的时候 我怎么不走 我就开始算我生两档 生音乐的过程 就是 就是 含咖啡 当时我打扇认说 我才有四个主题 就是咖啡 咽咽 文物 跟人生 当 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 你如果 咽咽咽不幸福就对了 你也可以说什么人生 来得什么 愿意说到不愿意说的 会 大家会分享 结果这两档 我还会分享 不愿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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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音色窗户铁 提供 跟一生各企的阿张哥 跟曾老师 做回答 还要做一道温度咖啡 结果一天有 广东 幸福 爱生 严格的朋友 每个人 都很专注的 办法 时间 联系 每个人都很专注的 办法 时间 他们正在认真的联系 为的就是一种 要来搞的 蜕变银新音乐会的演呈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像不然我们来办一个音乐会 不然跟这样 如果有团体来邀请我们去表演 像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就去学校表演 甚至有时候养老院 老人院 我也很感觉 真愿意说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感觉这段 广东的朋友 他们本身有一个特性 他们都很有表演欲 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 专温度 在这儿联系 头前我也觉得 这一边这个告示 跟没法都留纳那些 后来我们觉得 这个店长张哥 他每天笑笑笑 所以我们大家 都很欢迎可以来这儿联系 因为我们有什么烦恼 有音乐 我们就都不记得 看着阿张哥我们就很欢迎 所以有这个音乐 有咖啡 有点心好吃 就很快乐 找到人生的乐趣到目标 每天都过得非常穷实快乐 你来到温度的学员 每一个人 接受音乐的过程 都很刺鼻 其中有背着小孩学习音乐 后来小孩大学 没学习 外加上学 这个时候真知道 有音乐的过程 要坚持真的是很不简单 不过突破之后 就变得坚加有意义了 接触到小提琴 其实是从我的儿子开始 因为我儿子在还没有幼稚园之前 我们就想说给他学一个音乐 那问他说你要学什么 他说那姐姐学钢琴 我就学小提琴好了 那姐姐可以帮他伴奏 我就说好啊 那学小提琴 后来小朋友嘛 反正就是有时候学学玩玩 学学玩玩 不认真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都陪在他旁边 老是在拉的时候 我都在仔细看看 他有没有认真 因为小提琴 他要音准非常的准 那当然 我儿子是没有学过音乐 那因为我有一点音乐底子 所以他拉小提琴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 不准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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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儿子的兴趣 大概就是被我这样 一直磨磨磨 磨到没了 他就开始有一点抗拒 那抗拒之后 我就觉得好可惜哦 到最后我儿子说 妈妈我不要学了 我就觉得怎么办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 再激发儿子的兴趣了 那我就想说 那以后我退休之后 我会尝试去拉一下小提琴 因为我用看的 我觉得应该很简单 后来我退休之后 我就到社大去学 到社大之后我发现 哎哟小提琴好像不像我想象中 那么简单 因为它音要非常的准 我听可以听得出来音不准 但是拉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 我没有办法随心所欲 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 要怎么我头已经小了 我又不能 我很不喜欢那种半途而非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有在学合唱 那我觉得那如果来学合奏也不错 所以我就一直跟同学打听说 有没有小提琴合奏的 就这样因缘即会来到这里 然后后来来这里之后 我觉得合奏好像很好玩 可是合奏我发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因为大家拿着一把弓 手指又在纸板上这样子跳跃 没人跳跃的点都不一样 然后弓拉的叽叽喳喳 有时候很多的杂音 后应也不太准 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才发现哇 拉小提琴不容易 合奏更不容易 真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合奏 我不会放弃 我会坚持走下去 因为我觉得生活总是要有一点重心 那这个重心应该是以我的兴趣为主 对 那我觉得学音乐是我的兴趣 做人好事 买得当过的建议 都一定要有幸福 才有办法发现做 在合奏音乐业当中 处理好海参议 在加上大家共同的力量 曾老师自己变去 向完分布联系 跟高联系 整天竟有赞厨的美感 不跟联系的混组优秀 完成一首高联 让人很感动 每个礼拜联系 曾老师都是无双的奉献 那本身就是希望 可以有同感 跟他严格的朋友 做回来加接 我进了礼拜三晚上 七点到九点 就是旋乐团的练习 那礼拜四就是 选业A班 我已经上一年了 当然我是义务来给他们上课 但是我还是会受到一点挫折 那是要习惯的 我感觉 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聚在一起 我也定义在交一些朋友 我也感觉很趣 说实在 几乎来者不聚 因为我感觉 初心我稍微有点小严格一点 因为我都想说 有这个A班 他这里进阶到 礼拜三这个旋乐团 因为我们A班跟B班 是在礼拜四晚上上课 还进阶到这个旋乐团 这样我们才会生生不息 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七十几岁的 我们就等于是在 每天快乐过每一天 其实我每天 我也是都在习惯 我就感觉 我的时间有习惯 那个时间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充实的 所以我每天都会认识 作为一个应该人的曾老师 自己本身也非常加义友情 也亲身学员 跟他友情的那种心情 也跟他同样 竟有学员自己本身非常想乱惠 让小孩惠 也在旁边拍拌 结果小孩不认识 我感觉自己有幸福了 拿起来 竟是悠心悠舌 自己应该的心是无分离灵 为当时开始都不是重点 最重要是 重心提起奸来的那种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 很想要学音乐 因为都没有办法实现 小时候有能力就让小朋友学 我女儿就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她一、二年级有去学钢琴 可是因为她没有熬过过渡时期 那我就诱导她说 你要不要换个乐器 然后就换小提琴 然后她也是蛮有兴趣 那个老师也很年轻一个 像水蜜桃姐姐这样子 然后她就有学 学到要换把位的时候 那是一个过程 第一把位是最简单的 第二把位是一个过程 她又熬不过 然后我想说 我就陪她一起练 因为她懒得练起 我就跟她一起练 然后我就 她后来到四年级 学到六年级 然后上国中 她就没什么兴趣了 那我觉得 哇 变成我有兴趣了 然后我就说 好 你不学 然后其实有点 其实要激发她 结果没有用 然后我就想说 不然我自己来学 因为给老师的学费都交了 而且老师也很认真 我就学 然后断断续续的 因为老师她是教小朋友 所以她希望每个礼拜都上 我跟她说 我没有办法 我可不可以两个礼拜上一次 可是两个礼拜也很困难 因为她练那个都很古典的 挫折是那个 真的是违反人体工学 就是肢体上的柔软度 还有音感 因为是绝对没有音感的人 就是音准 小提琴音准 对我来讲是还蛮困难的 小提琴可以带着走 然后又可以自己练习 然后越气又轻 就这样子 梦想就是说 有机会像龚崎俊的音乐 比如说日本 日本离我们是最近嘛 魔女宅急变啊 就是那些移动的城堡 或者是天空之城 其实它都有一个景 你最后梦想就是说 可以带着琴到那个地方 去那边拉 就是最后的那个 还有像神隐少女 你就去那边觉得 拉着琴 拉着那个 她的那个主题曲 这是最后的梦想 坐着那个扫把这样飞 然后配着个音乐 我想那应该很棒 只想那些卫兵就像完了动力 在学院大家把握时间的练习 也很加团人的出所 大家都非常重视 在第一次丁台演出 已经不用说坚定的气氛了 不过曾老师也跟学院说 希望大家 都跟平常领事的基本功领好 不要让自己太大的压力 以分享的心情 让大家感受到 有音乐的美好 也和这一条音乐会 从万万万的分享 和感恩的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我们学长那里 他一句话给我打醒 他说你要用另类的思考 你看他像这样 他敢在电场 表演电场这样表演 这是不是可以鼓勵越多 勇敢地踏出去 不要认为它是很困难 你只要想 你就可以做得到 祝大家凝聚起来 那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他本身很认真 厉害 这是我觉得蛮佩服 因为小提琴是一个 很难学的乐器 但是他里面有的坚持五年 他也坚持六年 一直在学哦 这是我觉得 真的我也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喜欢音乐的人 他没有年龄限制 如果你真的喜欢 你就去做 你就从现在开始 永远都不会嫌晚 你为了让音乐队 更加豐富精彩 本身和声音乐的曾维敏老师 参与到嘉义男生合唱团 也参加这次音乐队 向音乐队 有我们的演唱 分布合唱 竟有起勉力 敬喊人心 大家为了联系歌 企业团股作会 将组组的练习家序 让音乐队接电完毕 非常难得的结合 这也創下 郑老师 带队音乐队的实现 这个合唱团 是我在八月晚上 带的男生合唱团 因为我本身是学习的 我 偷参的东西太多 但是我都很有兴趣 我觉得艺术是相同的 男人生其实跟我们嘉义 也算少 我们嘉义的合唱人口很少 男人又越少 这个男人我们是礼拜二练习 我们想说 既然有这个弦乐团 有这个男生合唱团 不然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我们会各自表演一些曲子 然后最后有三首曲子是 一起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表演这样子 为一开始爱生严格的心 到新主要温度前乐团 跟嘉义男生合唱团的结合演出 让我们看到曾老师 也在那里的实现 他的忙上 突破了祖后的犯罪 让大家站上舞台 快乐的展现祖后的彩华 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對的令人 祝賈家 祝賈家 Sm 目 著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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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